Hello,大家好,我是牛厨一新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以前在一个营养学培训班上学到的一点小知识 鸭身上有几个有毒的位置不能吃 首先说这个鸭屁股 它有两个部位是坚决不能吃的 第一个位置就是俗称的鸭骚包 在学名上它叫做尾指线 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鸭子用嘴巴梳理羽毛 实际上它就是在把尾指线分泌的一种液体 涂抹到全身进行防水 这个画面有点高能 这个挤出来的不是鸭巴巴 就是油脂线分泌出来的一种液体 下面我把尾指线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黄色的就是尾指线 下面我们再把鸭子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正宗的鸭屁股 在肠子的边上有一个组织叫做腔上囊 这是鸭身上最强大的一个淋巴组织 它的巨石细胞 即使连一些致癌的物质都可以吞噬 所以这个鸭屁股我们一定要把它切掉 第三个不能吃的部位 我们顺着鸭头往下看 在腹墙有这样一种白色的组织是鸭肺 一些比较细小的灰尘可粒和细菌 都会被吸入肺中 下面说第四个不能吃的部位 这个鸭肾是可以吃的 相当于人体组织的肾 不能吃的是这两条褐色的肾上腺 我们在电影电视中经常看见医生抢救危重病人的时候 会注射肾上腺素 吃了这个以后会干扰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 从而引起中毒 第五个不能吃的部位 就是鸭脖子下面的这一层淋巴 鸭脖底下含有大量的淋巴 我翻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这个黄到最小的可粒就是淋巴 那么有一部分淋巴是藏在油脂底下 所以肉眼不仔细看很难看到 那么第六个不能吃的就是甲状腺 它位于鸭脖子的最底部 人吃了容易换甲炕 就是这两坨红色的 它不是肉 第七个不能吃的部位就是鸭头 鸭头是整个鸭身当中 重金属含量最高的一个部位 假如养殖的环境越差 吃垃圾吃的越多 那么重金属含量越多 都集中在这个鸭头部位 请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出健康 西瓜视频